不给糖就捣蛋 瑞芳国小一二年级 兵分二路 浩浩荡荡地从校门口出发 展开今天的游行采接 为了感受万圣节气氛 师生各个精心打扮 有公主 超级英雄 卡通人物等等 走在路上特别吸睛 随后也分别在屈民广场 及火车站前广场跳舞快闪 场面好热闹 将这样的一个活动 走入我们的社区 让所有的民众 跟我们的各旅的旅长 都会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活动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透过这样一个万圣节的采接活动 让社区的民众 看到我们孩子各方面的 一些创意的展现 学生也表示 很喜欢今天上街游行 自己精心打扮 也让民众都看到 有些爸爸妈妈也一同陪伴 让亲子间有更多互动 你就觉得很好笑 那好玩吗 好玩 为什么好玩 很害羞 富刚义勇 你为什么也想要扮他 因为很帅啊 今天学校取行什么活动 万圣节啊 闯关活动 狐狸 为什么会想要扮狐狸 他很可爱 今天彩接好玩吗 好玩 孩子跟社区家长一些互动 这由互动里面去提升 家长对于学校学生的整体表现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那也谢谢今天很多的社区的民众 会在沿途提供了很多的糖果 一些健康的糖果 跟我们的孩子的分享 瑞芳国小校长表示 希望学校的活动可以走入社区 因此万圣节前夕举行采接游行活动 除了让家长也一起陪同孩子 采接感受过节气氛 也让民众可以看到 孩子对于服装上的讲究与创意 各种打扮很吸睛 介绍为瑞芳采访报道